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继续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来组装来自于我们的魔笔游戏5303 巨型炫酷的这种浪漫粉色的一个娃娃部屋 是一个door house 我们呢,是先要把它的基底呢,给它组装起来 在组装之前呢,我是先把它的基底呢 是给它插上了一种黄色和大红色的小的螺丝钉 在组装之前呢,给我们的小朋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小的提示 就是先要把我们这个小的螺丝钉呢,给它拿了出来 然后呢,再组装它的这个部件 这样的话呢,会组装的更加的方便一些 可以根据我们这个视频呢,你来可以组装你的这个小的娃娃屋 或者呢,你也可以如果没有来得及时间看我们视频的话呢 它的收命书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这边呢,是来组装我们娃娃屋的一个小的一个窗户 这窗户我觉得是一个罗马式的一个窗户,非常的棒 这边呢,是我们的娃娃屋的一个门口 这种这种门 然后这个娃娃屋还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它呢,不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型三层小皮的树 同时呢,我们这个娃娃屋,它有一个门铃 你这个门铃装上了电池之后 它还会发出这种叮咚叮咚的一个响声 是不是非常的棒 这里是我们的邮箱 可以让我们的小主人呢 这边每天早上呢,就是从我们的邮箱里面取出 他每天早上要读的一个报纸啊 还有他的一个文件啊,邮件啊,等等 我们的邮箱里面取出 现在呢,我们是基本上把它都已经组装起来了 非常的棒 颜色是我真的是见过的所有魔幂游戏当中最浪漫 最炫酷 最适合于我们小女孩 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玩具屋了 我觉得它这个房子呢,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棒 看久了之后呢,我的梦想就是要有和它一样的一个小房子 好喜欢这个房子呀 多希望自己呢,是一个小小的小人 然后能住进我们的房间当中 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往上看 顺着呢,可以把我们的娃娃屋呢,给它转过来 嗯,大小呢,都已经是非常的棒 这边呢,是有一个门铃,我们来试一下 哦,有声音诶 它发出了一个叮咚的一声 上面呢,是有一个它的小喇叭,非常的棒 从里面看呢,是这个样子 我看虽然是里面非常的空旷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有别的套装会在一起的话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力 把它组装的非常的丰富,对不对 这个没有关系 好啦,这就是我们这一期想给你看的一个小的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 大目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直接可以给我们的频道的一个订阅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更有意思更精彩的视频的话 视频的下方呢,万一能够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尤其是你们的一个愿望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感谢观看